拜登12月17日选定新墨西哥州国会众议员哈兰德担任内政部长 如果获得确认 他将成为历史上首位原住民内阁成员 哈兰德的提名得到了一些进步派团体和原住民部落的支持 内政部是一个7万人的庞大机构 职责包括管理联邦土地、陆地和离岸自然资源 原住民事务、国家公园、环境安全等等 特朗普任下撤销了许多保护环境和临危物种的法规 进一步扩大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 哈兰德可能会给该机构带来重大政策转向 拜登承诺将禁止在公共土地上批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这一努力可能需要来自国会的行动 60岁的哈兰德是普维部落人 他于2018年成为第一批当选国会议员的两名原住民女性之一 也是绿色新政的早期支持者之一 预计这一提名将给拜登团队带来强劲动力 哈兰德不仅将以首位原住民内阁成员的身份创造历史 他主管内政部也将具有深刻意义 该机构的主要职责之一包括处理原住民事务 批评人士表示这一工作往往不足 如果哈兰德的提名得到确认 众议院将出现第三个空缺 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优势有进一步缩小的危险 不过众议院领导层支持拜登过渡团队做出的这一选择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哈兰德是一个出色的选择